OK 好 各位學員大家好 大家好 各位來這邊上課也快一天了 上一天的課也很辛苦 也很不簡單 上了一天的課 大家都是台灣民政府的同心了 恭喜各位 今天我們來上課 這節課的題目是法理初步 那有分三個主題 什麼是民政府 什麼是流亡政府 那誰擁有台灣的主權 那因為這個課程的關係 我們有分第一個主題 什麼是民政府有分八個小主題 八個小節 那有探討國籍跟身分證的謬誤 那第三節是控美案及台灣民政府的成立 第四節是民政府的法院以及國際上民政府的案例 第五節是國際法的起源 第六節是戰爭法概念 第七節是軍事佔領不能移轉主權的案例 第八節是佔領法概念 這是這節課要探討的八個小節 那因為課程內容非常多非常豐富 那這節課主要就是探討這個台灣民政府 什麼是民政府這個主題 好 所以什麼是民政府呢 這個主題這節課有個重點要學習 要記得的就是佔領不得已轉主權 這句話要記得 佔領不得已轉主權 那是戰爭法的規定 好 那其他的話是有其他時間更進階的課程 可以再探討討論 好 首先呢 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大家都很知道發生了這個越南排華事件 那當時很多台商都受傷了 都工廠被砸 那台灣人就問為什麼啊 不是排華 為什麼是打台灣人啊 好 這個很奇怪 明明是排華 為什麼是打台灣人 那可能越南人或外國人就會覺得說 你們不是拿著這個China這個旗子嗎 因為不知道是台灣人 拿這個China旗子 就是人家認為是中華民國的中國人 可是台灣人一直覺得百事不得其解 明明是排華 排這個中國人為什麼是打台灣人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就是 因為台灣人就會說 不然我要怎麼證明我是台灣人呢 結果拿身份證人家也說 那你拿的身份證也是中華民國 國民的身份證啊 也是中國人 這也不是台灣人的證據啊 好 那再拿護照 到越南再拿護照 想要證明你是台灣人嗎 雖然這裡有寫一個台灣 可是這裡寫的是中華民國 Republic China 任何外國人看都會覺得這個是中國人 那翻開內頁寫的也是中華民國 怎麼看 正看反看 外面看裡面看都是中國人 要如何證明自己是台灣人 不能說光憑自己說我就是台灣人 那無法證明 甚至呢 有很多年輕人 留學歐洲的啊 或是出國旅遊的 也遇到很多問題 比如說在2012年3月29號 有中央設一份報 新聞訴報 標題就是寫 拿台灣護照被刁難 由歐碰壁 那這個例子呢 就是說 有位台灣留學生喔 留學英國留學生 那他與家人計畫從倫敦的機場 要搭機前往義大利度假 那但是在機場 必請人員就查證他的護照 那因為他作業系統是名列 Chinese Taipei 那就拒絕 拒發登機證 所以這個導致陳同學 與家人的義大利旅遊泡湯 那這是其中一個案例 多得不勝美局 台灣人是認為是台灣人 可是拿的是中華民國的護照 外國人是當成是中國人 並不是台灣人 那第二個例子就是說 台灣僑胞周小姐 搭機到英國參加商務會議 那因為他持有的是 舊版中華民國護照 所以機器無法判讀 所以也招機場的移民官認為 不是用台灣人付英免簽證規定 所以被拒絕入境了 那這個是好幾百個案例中的一個 所以台灣人拿這個中華民國護照 在國外是被當作是中國人 並不是台灣人 所以有很多入境出境的問題會產生 那第三個是從網路上的一個例子 這位當事人他自己詳細的載明他在歐洲 因為拿的是中華民國護照 所遇到的問題 那他的標題就是寫說 沒有人相信我是台灣人 那他是留學德國的一個大臣 那當地的總人口有五十九萬人口 那當地有差不多一萬個中國人 那他要去辦他的簽證延簽 然後他到了當地的 當地的德國外事局 他把資料都補齊了 拿給辦事小姐 辦事小姐辦好了還給他 那他看到他的條碼上被寫的CHN 那CHN這個就是Chinese China的意思 那這位小姐他這位當事人他覺得說 他不是中國人他不想被寫中國人 那他就去跟那個小姐說 不好意思喔你這邊寫錯 我不是中國人我是台灣人 那這位德國外事局的辦事員 就看了他的護照就說 沒差對我來說都一樣 然後他還繼續說你看你看 你自己看你自己的護照寫的是中國 然後他就翻了他第一次德國簽證 回到給他看說你看我的條碼是TWN 然後再看他的日本簽證寫的也是TWN 可是這位德國的外事局的辦事員 還是對他說 不是你的護照上寫的就是中國 就是我們剛剛看綠色那一本 外面看裡面看都寫Republic China 都是中國 那這位台灣人還是不服氣啊 就說台灣人都有這個通病啊 最後就說可是我是台灣人啊 這是政治問題 所以這位德國人公務員 就叫其他同事來說 你們看這是不是中國護照 他一直說他自己是台灣人 然後其他同事也點點頭說 對這是中國護照 最後那位辦事員要下一句話說 等你拿到台灣護照再來啦 這就是台灣人的處境 台灣人至今還是搞不清楚 自己的處境是怎麼一回事喔 最後這位德國的辦事員很大聲的說 真是搞不懂有人拿中國護照 卻是說自己是台灣人有沒有搞錯 這就是台灣人的處境 台灣人常常在做這個事情 外面現在很多台灣人還在做這個事情 可是在座都已經不會做這樣的事情了 大家都很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了 好所以呢 這個國籍跟身份證 這樣的錯誤是怎麼來的 怎麼會造成這樣的錯誤呢 那這個要從1946年的1月12號 這份公文 這份公文談起了 那我們來看詳細的內容 那這份公文是怎麼來的 就是當時二次大戰之後 日本戰敗 那美國命令這個 麥克阿瑟將軍的一班命令第一號 然後他命令是 蔣介石大元帥來台灣接受受降 所以之後蔣介石是派陳怡來擔任這個行政長官 所以當時在隔年的1946年1月12號 這個行政長官陳怡請求 然後發布了這個公文 由中華民國行政院發布這個公文 因為他們違反了國際法 他們想要用這個公文來恢復 台灣人民的中國國籍 那這個公文結參自第01297號訓令 內容是說 查台灣人民元席我國國民 已受敵人侵略至喪失國籍 知國土崇光其原有我國國籍的人民 自34年 也就是1945年的10月25號 請因極異律恢復我國國籍 除命令外核行令養之兆 那這個是違反國際法的一個行政命令 他內容寫說 台灣人民元席我國國民 當時台灣人民差不多有600萬的人口 那其實當時清國在割讓 清國大皇帝在割讓台灣領土給大日本大皇帝的時候 當時清國實際控制的區域也只有六個小小的屯墾區而已 所以當時也不是全部台灣島上的人民 都是具有清國國民的這個身份 因為當時除了六個屯墾區之外 還有一些平埔族的部落 還有高沙族的部落 都不是清國國民喔 當時還有非常多的台灣的住民並不是清國國民 但是他在1946年1月12號這個公文 就把全部台灣人民當成是原來中國國籍的人 想要這樣子來恢復這個中國國籍 那這個是違反國際法的 就是這一紙公文 所以當時的英國外交部已經給了中華民國 有三次的抗議了 那內容是 不能自身將台灣主權由日本移轉中國 應該等候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 或其他政治外交手續後才可以 因此台灣雖然也是中國政府統治 英國政府欠然同意台灣人民 也已恢復中國國籍 那當時台灣人民六百萬的台灣人民是 國籍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所以不應該違反國際法 任意的把台灣人民沒有經過自願意願的程序 然後恢復的這個中華民國的國籍 是違反國際法的 那另外在美國呢 國務院也在 美國國務院在1946年11月一樣 也是致函中華民國 備忘儒於英國的立場完全一致 那這個中華民國政府呢 他也是虛於尾蛇 對外他就是改正修正 好像符合國際法 但是對台灣島內的人 一樣是繼續用欺騙的手段 那他對中華民國政府後來也同意 按照國際公法在合約位簽訂之前 在日僑民究竟是應該視作中國人 或是日本人或是被解放人民 那本團 本團指的就是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 本團不擬於總部 Jurnal Headquarters 聯合軍戰禮總部的做法上 有法理的爭執 所以英國跟美國抗議之後 他就虛於尾蛇 好像表達說他願意符合這個 國際法的規範 但是他對內還是繼續欺騙 台灣當地的人民 好 所以呢 台灣當了69年的偽中國人 False Chinese 那這個日本台灣人呢 在這個黑暗的這個 這個中華民國之下 當了69年的偽中國人 那這個是違法的法理身份 那因為是偽中國人的身份證 之後又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 本土台灣人 偽稱自己是中華民國公民 根據美國的法律 應該認定這是非法的護照 所以台灣人拿這個身份證 跟這個護照 應該在國際法上是違法的 那個工程師 哇 是不是亂跳耶 這沒辦法按啊 這沒辦法按啊 沒有 我沒有押到 沒有 我沒有押到 69年 度過了69年這個黑暗的法理身份 那之後呢 到了這個2004到2006年 由秘書長林志森博士 因為控告美國政府的關係 這個錯誤的偽造這個身份 才得以有重見光明的一天 接下來我們就要談這個控美案 以及民政府的成立 控美案以及民政府的成立 投的投影片 麻煩到頭一面 控美案跟民政府的成立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 在2006年10月24号 由台湾平民林志森等228名 在美国首都华府 向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联邦地方法院提告美国政府 那标的是台湾的国际地位 与台湾人权保护诉求 因为我们台湾人民 本土台湾人拿的都是假的 身份证跟护照 所以这违反这个人权 所以以这个人权保护诉求 来控诉美国政府 所以到2008年的3月18号 美国华府的联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湾人是无国籍的 那证明说本土台湾人的定义是 1945年8月15号的时间点 日本国籍的台湾人跟他的后裔 所以诉讼案就继续 那到了2009年 又到了上诉法院 4月7号的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 继续审理 那对于这个Rogerlin vs. US的诉讼案的判决是 64年来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第二是台湾人无国籍社会承认的政府 第三是人民至今人生活在政治炼狱当中 第四是承认台湾人在美国军事占领当中 第五是要求美国行政单位 要主动协助原告的诉求 那2009年的7月8号 最高法院有受理本案 那也有案号9-33 说明这个是本土台湾人的二战后 首次向美日太平洋战争的征服者 美国依照国际法战争法 究竟三和平条约以及美国宪法来提出告诉 那到2009年8月6号 本案被告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 表示说这个原告的意见都是 法理见解是完全正确 国务院完全认可 到2009年10月5号 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各自本案代审 那美国政府对本土台湾人64年来诸多行事不再抗辩 表示确认 那法院有要求这个行政单位以后要 依照究竟三和平条约的规定来行事 那另外还有一个有关台湾地位的判决 正在更早之前是在1959年的10月6号 也是美国地方法院哥伦比亚特区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有两位中国人 也是中国公民 叫Juan Fushen的林富美 那他告的是也是叫Roger 那他是William Rogers他是美国的检查总长 是被告那这是怎么回事 这有另外一个有关台湾地位的判决 因为原告是中国公民 那他们在1952年进入美国 接受美国空军的军事训练 这两位完成学业但是没有离开美国 没有回到中国去 司法部的移民和规划局对他们要做出这个 缔结出境这个程序 那因为美国政府有意驱逐到他们到台湾来 因为中国当时是共产政权 美国跟共产政权没有来往 就是不想把他们驱逐到中国内地 要驱逐到台湾来 那这两位因为这样子 他也不想要被驱逐到台湾来 所以他就告这个美国的检查总长 那由于他们这样子的 如果被驱逐出境到台湾这个会议 因为他们是中国公民 那这个这样子的做法会影响到 是有相当程度会影响到中国的这个政治的问题 那接下来这个诉讼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当时的问题是说台湾是否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如果是的话 那他们是可以合法的被驱逐到台湾来 所以这个诉讼案这是整个过程 我们跳过去过程很多 那我们看结论 结论就是法院判定说 没有任何这个协议或是任何其他协议 声称台湾的主权被转移到中国 那所以当时美国国务院也有提供他的政治上的观点 1960年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这个案件的判决呢 美国国务院也有提出他的看法 就是第一没有任何条约声称将台湾主权移转给中国 也就是中华民国 那第二当时呢 美国接受中国人的政权在台湾的运作 也就是管辖权 那第三呢 美国当时承认中华民国是合法代表中国的政府 那但是这三点呢 是互相独立并不互相相关的 也就是说 美国并没有承认认可说台湾的主权被移转到中华民国 但是他只认可说中华民国是合法 中华民国是在台湾是有实际的管辖权 这是当时的见解 所以当时的见解已经证明说 台湾的主权并没有移转给中华民国 所以当时的台湾人拿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 跟护照是完全违法的事 到现在都是 所以呢 因为我们要知道 在1945年的4月1号 台湾已经依照这个万国公法 那已经被编入大日本帝国宪法的 合法的国土了 所以如果有任何条约规定台湾的主权呢 要从日本国土移转出去 那这是违反万国公法的事情 那这是属于不合法的条约 是不会被执行的 所以国际间所签订的条约或协议呢 要依照主权 义务是不可变更 也不可免除的原则 好 这个是有关台湾第一位的判决潜力 那各位参考一下 这个内容很多 那我们先跳过去 这整个过程很多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谈的是 这民政府的法源 以及国际上民政府的案例 那我们现在成立台湾民政府呢 根据的法源 我们发行这个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的法源是 有根据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究竟三和平条约 台湾关系法 美中三个公报 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宪法 以及美国军事政府管辖 像台湾民政府参议院所发布的 台湾公民权利法 那这个民政府成立的这个法源呢 在1914年美国的Berkemer的出版的书 名叫《军事政府与戒严法》 其中呢有说明 军事政府的执行不仅是在战争时期 还包括战后 直到占领者在当地建立的 或授权当地的人民建立所谓的平民政府为之 所以这个有很详细明文规定 要成立在当地成立 平民政府 那另外1976年美国国防部发行美军 陆军总署的野战手册FNS旗帜时 手册第六章也对占领 军事政府的需要有详细的解释 所以说这个是其中的一个 民政府成立的法源 那另外 那我们现在来看的是国际上民政府的案例 不是单单只有台湾民政府 比如说伊拉克这个案例 那伊拉克呢是因为这个伊拉克战争 当时呢在2003年3月20号 一直到2011年的12月15号呢 这个过程呢 那根据当时的弗兰克将军总司令 他的说明 其中他提了八项 那最后一项呢有提到 帮助伊拉克人民建立一个过度 有代表性的自治政府 那这个就是代表的是 当地伊拉克人民建立的一个民政府的意思 那这是当时的伊拉克的民政府 那他们的名称是 伊拉克政府之议会 有设议会主席 还有议会的议员还有内阁 那要注意的是这句话 Chosen by the US Administration in Iraq 就是说在这些 是议会的成员是 由美国的管理当局来选择的对象 不是任意人民成立就可以的 而是要美国当时当地的美国 军事管理单位来认可的一个组织 另外第二个案例是阿富汗民政府 那他在2001年10月7号 一直延续到今年的12月30号为止 这是一整个计划 那其中呢有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政府 阿富汗民政府 那这位是最高指挥官 是General James Amos 阿摩斯将军 那他也有提到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与这个当地的警察 以及民政府的成员合作愉快 那一直延续到 他觉得非常好 那一直延续到今年2014年的12月31号为止 美军要撤出阿富汗 这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波恩进程 他们有一个计划 美国军事政府有个计划 来扶植当地的人民 成立一个民政府 然后在美国军事政府再撤出当地 撤军 那第三个案例是琉球民政府 那琉球民政府是在太平洋战争后的时候 成立的琉球列岛 美国军事政府设立冲绳民政府 宫古民政府八重三民政府 那琉球列岛 美国民政府设立琉球政府 那以下这是一些进程 也是有一连串美国军事政府的计划 那这是当时琉球民政府的人员 那这是当时琉球人 因为是被占领地区 被占领地区拿的是旅行证件 旅行证明书 那这是当时被占领区使用的军票 不是一般的日币或美金 这是当时他们的组织图 那所以说呢 台湾民政府也跟其他民政府一样是合法的 依据国际法战争法来成立的一个台湾民政府 那这是目前这是台湾民政府的组织图 那我们是在2008年2月2号 成立台湾列岛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府 那英文名称是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台湾民政府的组织图 那这是刚刚有说过 是要被美国军事政府认可的组织 所以台湾民政府也是由美国军事政府认可的组织 所以也拥有这个美国司法部认可的一个证明文件 以及基金会的一些文件 各位可以在官网上可以看得更详细 另外呢要补充一点就是说 这菲律宾第四个案例是菲律宾美国民政府 那它是在1901年 当时是美西战争之后 那西班牙割让这个菲律宾给美国 所以也成立这个 当时有成立菲律宾美国民政府 来取代菲律宾美国军政府 那当时这些所谓的上议院下议院 这些都是由美国政府来认可的组织 那因为是割让给美国地区 所以是由国会通过一个Jones Law 也就是菲律宾的自治法案 来成立这个民政府 那当时呢因为菲律宾人也很聪明啊 他们的人民知道这个国际法 那他们有很多组织呢也成立民政府 但是太多人成立民政府 这个很多是美国政府从来不承认的 一些菲律宾著名自行宣告成立的政府 那所以当时美国政府呢 将其他这些自行成立的民政府 视为是叛军组织 双方是存有敌意而发生战争的 这个要注意 民政府不是几个人民说成立就可以 那是要透过美国军事政府 认可的成员跟组织才可以成立 所以台湾民政府呢 是因为控美案之后 司法单位要求美国行政单位 应该主动协助原道 所以另外也在2010年9月8号呢 在华盛顿DC四季饭店酒会呢 是遵照美国司法部 在战争法的架构内呢 是公开正式承认台湾民政府 也公告给美国华府地区的 各国的使节使馆的人员 所以这个是一个公开宣誓 台湾民政府的成立 另外要谈的就是说 中华民国底下的 不管是民主进步党或是国民党 不管他们的成员背景是什么 那他们是效忠中华民国的体制 的政治团体 所以他们是被视为是占领方的中国人 并不是被占领方的本土台湾人 所以说不管是中国国民党或中国民进党 他们并没有资格 也绝对不会被美国承认是台湾民政府 那他如果愿意认同台湾民政府 他应该循着合法的途径 进来台湾民政府接受训练 要申请身份证 证明自己是本土台湾人 没有直接啊 一样跟你一样也要申请身份证啊 要上课啊 我们继续讲下去哦 所以这个台湾民政府是依据战争法来组成民政府 好那我们讲解一下民政府是一个文官 我们来区分一下民政府跟军政府 民政府是文职官员指挥的管理当局 好那如果是割让给美国地区的话 那就会透过美国国会来成立一个法案来成立民政府 那如果是不是割让给美国地区 纯粹是被占领方的话 那被占领方的人民呢 是要配合美国军事政府来成立民政府 好那军政府呢 军政府他就是如果是军事政府如果是在本国内的话 他比如说他国内有 比如说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 那他们也有成立军政府 北方的打败了这个南方的军队 那所以呢他在敌方 南方当时等于是北方的敌方 所以北方呢在南方敌方设立的军事政府 那如果是因为美国南北战争 他是同一个国家 是国内 所以他当时他可以使用这个戒颜法 但是如果是外国的敌方是别国的领土 那只能称作是被占领地 那适用的是军事政府 并不是戒颜法 这是基本的一个区分 好那这是当时这个美墨战争 美墨战争之后这整块是 本来墨西哥是绿色这个这么大 那后来美墨战争之后 割让这些土地给美国 所以当时有加利福尼亚地区 德州地区都割让给美国 那另外这个是美西战争 在19世纪末 那美国跟西班牙战争 从大西洋达到太平洋 西太平洋这边 所以割让的波多黎各 古巴 关岛跟菲律宾给美国 好所以这刚刚提过 割让给美国地区 要基于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 形成在地的民政府 如美墨战争的加利福尼亚 美西战争 菲律宾 关岛 波多黎各 另外一个是不是割让给美国地区的话 是由在地人民要形成民政府 那也是在美国军事政府管辖下 所以在地的人要争取 比较大的程度的自治 就是要成立民政府 那案例就是如古巴 琉球 伊拉克跟台湾 这是表格化的 可以看一下 参考一下成立的时间 其他很多地区都是差不多一两年就成立 那关岛一样是个小岛 是经过52年之后才成立这民政府 这是详细的内容 刚刚提过的内容 好 那这个是一个战争的一个循环 成立一名政府 有两个国家如果两国开战宣战之后呢 就会成立军事政府交战当中了 那如果已经有战胜跟战营的一方 那就停战了 军事占领就开始 所以军事政府就进驻 那之后呢 军事政府进驻之后呢 当地比较 被占领地比较稳定之后呢 就会成立民政府了 民政府之后呢 经过军事政府的一个一连串的计划 就会成立正式的政府 之后呢 正式政府在跟占领方签订和平条约之后呢 再接着是一连串的计划来结束军事占领 好 然后最后是完成撤军 那最后呢 就是移交这个主权恢复 主权国家 像是一个循环 那像刚刚那个 陈立民政府的时间有个地区很快 那像关岛就很慢 陈立民政府要拖了52年 那台湾也是台湾拖了 现在已经快70年了 我们看这个 当时台湾成立是2008年2月后 已经63年了 那其他的都是差不多一两年就成立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谈国际法的起源 那国际法的起源呢 要牵涉到这个欧洲的历史 那当时欧洲呢是希腊城邦形成之后呢 城邦形成就是人住的比较密集了 人住的密集之后就 人跟人之间 人跟环境之间 就有很多想法会出来 会观察 那所以呢 当时的人呢就 从世俗的角度来产发 他们想出这个自然法的这个概念 那自然界的秩序 他们当时认为自然界的秩序 是人类最高的法则 那认为自然法 自然法之母是人性 那人性呢在于会理解 要做而且做出正确判断这样的理性 那简单说呢 自然法就是说 我们一般人说的人性本善的意思 比如说 有人在路上跌倒受伤了 或是车祸我们 目击的人会赶快去救他 帮他打电话叫救护车 或是说有人呢 很多人集合起来成立一些慈善团体 来帮助人 那这都都是表现出这个 人的本善的本人 所以自然法是引导人去追求善 那当时欧洲研究自然法的一个哲学家 阿奎纳 那他就系统归纳出两点 认为上帝是自然法的创立者 人是自然法的遵循者 为什么说上帝是自然法的创立者呢 因为上帝赋予人性是善良的 所以上帝是自然法的创立者 所以人呢是自然法的遵循者 人要去执行善良的这个人性 本性 所以自然法是原则是约束所有的人 人有依据本性行动的自然倾向 自然法呢 不是说知识水平高 就知道自然法 这个是人性本身 不管知识受教育程度高低呢 人都有这个自然的本性 那自然法呢有讨论的对象 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是一个讨论的对象 是自然而成最小的元素 不可以再分割了 所以说如果有人说我要我跟你打架 那我要砍掉你的一只手或一只脚 这样是不行的 这样是违反人性的 违反自然法 另外呢 后来在17世纪呢就发展出这个 The Law of Nations 就是万国公法 那我们刚刚看这个The Law of Nature 这是自然法 也就是上帝之法 那也可以说是The Shipping Law of the Universe 也就是宇宙的法律 那所以后来发展出 发展出万国公法的话是 称作The Shipping Law of the World 就是这个世界的最高的法律 那这个The Law of Nations是1758年 法国人写的这本书 那当时呢 这本书在欧洲各列强之间 引起很大的回响 大家认可这本书规范了 国家之间的秩序 国际之间国家之间的秩序 所以认为这个The Law of Nations 是国际法的最高约束 是在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 的法律的最高约束 所以在1787年的 乔治华盛顿美国宪法会议 当时也有通过 写在宪法里面 在Article 1 Session 8 有承认万国公法 内容是说 这句话写在美国宪法里面 戒定惩罚侵权盗版犯重罪 那在公海违背国际法的罪行 所以表示美国跟欧洲当时已经 各国列强已经遵循这个万国公法 保证 保证 在文字幕内容是在文字幕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當時還有1836年 另外一本是美國人寫的Ele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這本也是俗稱的萬國公法 那它的內容是說人們自然生活在一起而形成一個國家 所以當國家因為誕生而自然取得這個主權義務 然後在因為取得主權義務之後呢 自然依慣例取得了主權權利 所以萬國公法討論的對象是國家 那它也認為說國家跟人一樣是自然而成最小元素 不可以再分割了 所以我們常常聽到說神聖不可分割的國土 就是由這裡而來的 所以近代國際法中均將國家分為以下元素 人民領土主權政府去探討 所以呢國家是神聖不可分割的特性 所以這兩本書呢是用來規範國際社會之間的互動 所以當時歐洲歐美列強各國都遵循這個萬國公法 那當時呢會遵循也是因為之前在1804年的時候 因為拿破崙呢是很厲害的軍事家 那他侵略別國最後就是併吞當別國的領土 那最後就是整個歐洲幾乎要被拿破崙給兼併了 所以當時歐洲各國才會極力來遵循這個萬國公法 認為佔領不可以兼併他國領土 那之後發展出來的這個萬國公法之後呢 繼續發展出這個戰爭法 那有五大體系 以海牙公約為主的系統 日內瓦公約的系統 國際紅十字會有關戰爭部分的公約 還有1940年美國陸軍總署有關戰爭法會編FL27之時 第五是美國最高法院有關戰爭的判例 那這個戰爭慣例法呢就是 這個就是戰爭遵循這個萬國公法之後呢 大家要遵循一些之前的戰爭的慣例 就是我們剛說的如果是美國軍事政府 在菲律賓關島啊古巴成立民政府之後 所以之後的戰爭依照慣例也是要成立民政府 好所以我們總結這個三個階層 國際法律位階喔 最高就是這個natural law 那第二個位階是萬國公法 第三個位階就是憲法國際條約 那所以說在最上位的這個自然法呢 不用遷就於在下位的這個法律 那在下位的法律呢 也不能夠違反在上位的法律 也就是說任何條約 譬如說任何條約是在第三階層 任何條約是不可以違反第二階層的這個萬國公法 那這是用圖片來說明這個國際法理位階 最上階是自然法 第二位階是萬國公法 那第三位階就是國際法公約條約戰爭法憲法 以及法院有關戰爭的判例 那後來這個萬國公法呢 因為是歐美列強所遵循的一個國際之間的條約 所以呢也傳到亞洲來 那當時呢傳到中國 是由這位Martin的牧師 他所翻譯的漢文 之後有漢文再翻譯成日文 那之後經過明治維新之後呢 明治天皇呢 在1868年的開國遭遇就 內容已經承認萬國公法 那當作日本對付強權的武器 好我們參考一下大日本帝國憲法 那其中的一句話呢 表示說國家的主權 統治大權 我們曾繼祖先也會流傳後代 那未來呢 無法按動他們 按照憲法 特授於這個規定 那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繼承祖先流傳後代 表示說這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領土是不可以分割的 所以到近代 這幾年近代也是各國列強也是 領導人也是談論國際法 比如說最近的克里米亞事件 歐巴馬跟梅克爾也引用國際法 反對克里米亞的公投 好接下來我們談論戰爭法的概念 好剛剛提過戰爭法有五大體系 那其中呢 軍事行動終止了 並不等同於戰爭狀態結束 首先我們探討戰爭的概念 第一個是宣戰 那宣戰呢 根據海牙第四公約有規定 開戰宣言是要有理由 那要有明顯的最後通牒才能形成戰爭 所以如果發表了宣戰聲明 等於是說兩國之間互相承認處於敵對狀態了 那近期呢有一種做法是不宣而戰 是在規避戰爭法的限制 比如說在2003年 美國總統布希在白宮宣布 給他一個最後通牒 所以呢就形成一個合法的戰爭 那之後呢很快的在3月19號晚上呢 美軍就全面在領空控制了伊拉克的領空 之後呢地面部隊進去整個完全控制伊拉克的領土 那所以說這個戰爭法呢 第二個概念就是說 第二個概念就是說征服者的概念 如果完全控制敵方的領土之後呢 就是這個有能力征服這個領土 那我們稱他叫做the conqueror征服者 那征服這個概念呢 有兩個條件 是有能力徹底來結束戰爭 那第二個是有能力來簽署條約宣告 自己本身呢是佔領全國 那這樣才有達到征服者的條件 第二個是佔領 佔領有兩個原則 佔領不得已轉主權 那佔領不能併吞這個土地 這個就是從歐洲這個拿破仁時代演變過來的 就是佔領不是併吞了 不能移轉主權 所以在二次大戰的時候呢 大日本帝國是被美國完全征服了 如果說台灣 中華民國想要割讓台灣給中國 那是沒有條件 因為它並沒有符合征服者的條件 完全征服大日本帝國的是美國 那中華民國呢 也並沒有在台灣這個戰場有過戰爭 所以它沒有 中華民國是沒有能力來征服台灣這個領土 所以它沒有能力來徹底結束戰爭 所以它並不是征服者 征服者是美國 所以接下來有幾個重點 那佔領是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從征服開始 佔領全國是誰 就是有能力宣告自己是佔領全國的征服者 那佔領什麼時候結束呢 和平條約簽署之後並還沒有結束喔 比如說佔領期間 在美國它稱作美國軍事政府 那佔領之後呢 如果是割讓給美國的領土 那就是通過美國國會 透過組織法成立民政府 那如果不是割讓給美國地區 那就是表示在軍事政府佔領當中 那何時結束呢 那也是美國總統呢 要給予正式的宣佈來結束 那有幾項這個日內瓦 日內瓦第四公約 有規定 在佔領地內被保護的人民 的各項利益均不得加以剝奪 所以最基本的這個國籍 這個問題就是不可以剝奪台灣人民的國籍 所以中華民國它違反了這一條 違反了戰爭法 它違反國際法 給予台灣人民這個中華民國的國民身份證 那這是違反這個日內瓦第四公約第47條 那另外呢中華民國呢 也違反了第49條 禁止強制大規模人口遷出或移入佔領國的領土 那當時呢中華民國政府呢 把當時住在台灣的 然後又載了50萬的合議的日本人移回日本 然後又載了200萬的中國人來台灣 所以他們也違反了第49條 大規模的人口遷出跟遷入佔領國的領土 接下來我們來看軍事佔領了不能移轉主權這個案例 比如說近期在1967年開始 或是戈蘭高地是在以色列在1967年 從敘利亞手中佔領的 那聯合國事實上被以色列在1981年併囤 那聯合國是表示不承認這個併囤 是併囤不承認 那一樣加薩走廊也是1948年是由埃及佔領 1967年是由以色列佔領 那這個聯合國也是不認可 也是要以色列來提出 撤出定居者屯肯區這個地區 以及地面部隊這個計畫 一樣約旦和西安當地也是被以色列佔領 東耶路撒冷在1967年也是被以色列佔領 那這些都是違反國際法聯合國 跟歐盟都表示不能承認這樣的佔領 那當時太平洋戰爭後 同盟國軍事佔領日本分七大部分 日本本土是由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來管理 台灣跟西南群島是由中華民國來管理 華泰廳千島群島是由蘇聯接收 北朝鮮是由蘇聯的軍事政府來管理 南朝鮮是由美國駐朝鮮美國陸軍司令部來管理 關東州也是由蘇聯來佔領 1955年有歸還給中國 南羊廳也是由美國佔領 1947年是轉為太平洋群島的托管地 那這是詳細的內容 所以這些當時的這個佔領是暫時的 並不是永久佔領 所以還是要回復原來的國際法理的地位 那這個分配佔領呢 發現說佔領地的受降代表也不一定是軍事總督 當時台灣的軍事總督是陳怡 他是首位軍事總督 所以他是征服美國的代理人的身份 那他要服從的對象為美國的美國總統 並不是蔣介石元帥 那另外呢 佔領並非併吞 軍事佔領不能移轉主權給戰勝國 這個要點呢 還有寫在一些明文規定裡面 比如說在美國陸軍戰場手冊 F27支持第六章佔領 353條有寫確實的平定或征服 那其中有一句話說 被佔領地的主權是不授予給佔領國 那這個在國際戰爭法上有明文規定 358條一樣提到佔領並不移轉主權 好 關於戰時保護平民的日內瓦公約 也有載明第五十一條 參加軍事行動的義務工作 那是說被保護人不得被強迫擔任 參加軍事行動的義務工作 那中華民國在台灣佔領之後 也是違法的征兵 所以也是違反這個日內瓦公約 那另外呢 佔領當中不可以兼併佔領地 或是在那裡建立新的國家 一樣也是不合法的 所以中華民國想要就地合法 說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那這樣的說法是不合法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佔領全國是寫 要注意這個規定寫的是單數 並不是負數 所以只有唯一的一個征服者 conqueror才能成為這個佔領全國 是主要的或指定的 所以在這個舊青山和平條約 第23條有寫很清楚 第23條有寫美國是主要的佔領全國 好 內容是在這裡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好 那以下是有五個案例 軍事佔領不能被移轉主權的這個案例 比如說古巴當時軍事佔領4年之後 美國承認古巴獨立歸還主權 那他也沒有成為美國的一州 或成為美國人就是最好的證據 第二個案例是菲律賓 也是先被佔領之後 主了菲律賓民政府來自治 在被美國軍事佔領48年之後 承認菲律賓獨立歸還主權 也沒有成為美國的一州或是美國人 這也是證據 第三個案例是琉球群島 琉球群島也是主成民政府 在美國軍事佔領27年之後 歸還日本天皇的黃土 所以也沒有變成美國人或美國的一州 那第四個案例是剛剛提過阿富汗 第五個案例是提過的伊拉克 也都是在當地成立一名政府 並沒有移轉主權給美國 那另外二次大戰之後 德國部分也是一樣 在西柏林跟東柏林 分別被美國、英國、法國、蘇聯佔領 最後也是歸還主權給德國 並沒有成為這些國家的一州 或是變成俄國人或是美國人 所以這些都是軍事佔領 不能移轉主權的案例 這是整個恢復主權的一個進程 琉球返還的例子是可以給台灣做參考 因為台灣跟琉球一樣都是屬於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國土的一部分 主權是屬於大日本天皇陛下所有的 那這是比較圖 一樣都有完成六個步驟 都有完成參政權、建立地方制度、實行徵兵制、普及國民教育 那領土取得時間方式都有記錄 都是合法、合乎國際法的 所以琉球返還模式可以給台灣做借鏡 好 那這個證據在哪裡呢 在1945年的4月1號 日本昭和天皇有頒布招數 內容就是給予台灣住民加入帝國議會議員的行列 那給台灣人民參與國政 表示說台灣已經施行大日本帝國憲法 是大日本帝國的成名、公民 好 所以這個是大日本帝國的一個結構圖 那所以台灣人民已經有可以徵兵 那也有參政權、選舉權 進入到眾議院跟貴族院、帝國議會 那當時呢 在1944年 有記載 台灣總督府第46統計書 有土地方面有記載 台灣全島的意思是台灣本島 本島加澎湖島加新南群島 那是台灣全島南部跟西部都是高雄州高雄市的新南群島 所以當時台灣人是稱作本島人 不是稱作台灣人 當時是稱作本島人 所以成為大日本帝國的神聖不可分割的國土 那當時台灣人民也成為大日本帝國的公民 由國民合法變成日本公民 那這琉球模式呢 當時戰後 美國佔領當中的時候 當時琉球的公民的權利跟義務呢 是被選擇起來 被佔領地的人民 是不能選舉 沒有參政權 所以公民的權利跟義務是被選擇 所以當時的稱法是說 在美國託館期間只有琉球住民 但是沒有琉球公民 但是呢 因為是大日本帝國的 原來是大日本帝國的公民 所以對於大日本帝國天皇的效忠 這個義務還是存在 只是被選擇起來而已 那只是暫時要服從這個美國軍事政府的這個法令 所以參考琉球模式呢 台灣住民現在呢 也是只有台灣住民 而沒有台灣公民這個說法 那所以流亡在台灣的中國難民 到現在他們還是有正視中國國籍的身份 這個身份至今從未改變 所以如果有人說他是公民 那他是中華民國公民 是中國公民 並不是台灣公民 那我們要 我們要承認他是中華民國公民 並不是台灣公民 所以當時流球成立的沖繩諮詢會 那這個職權是對美國軍事政府的諮詢跟答覆 規劃建立沖繩的政治機構 受理匯整沖繩居民向美國軍政府的請願 這是當時的 那當時流球人呢 因為是被占領區的人民 所以要用 使用的是身份證明書跟渡航證明書 是旅行證件 並不是護照 好 接下來我們來討論佔領法的概念 第八小節 那這個佔領法呢 這概念就是 有一句話就是規定在日內華公約 領土被海牙公約 1907年海牙公約 領土被敵軍完全控制 在他管轄之下之後 就屬於被占領當中了 那跟拿破仁時代 領土被敵軍完全控制是屬於被兵吞 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佔領法的概念 這是我們現在台灣民政府要注意這個15項概念 好 先看第一個 當軍事需要或合法指令要求軍隊 在被佔領領土設立一個暫時性的政府的情況發生時 所以被佔領的領土的民政當局是強制的勢力 被治理的領土是在美軍的有效控制之下 所以台灣目前還是在被美軍有效控制之下 大家好像感覺不出來 其實整個領空海空 這是水面底下台灣海峽太平洋 前巴士海峽 整個都是在被美國軍事控制之下 好 第三點 美國軍方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支援美國方針的政府 以及儘快移轉給一個適當有組織的政府 那支援美國方針的政府 所以說佔領者的意志就是被佔領者的法律 這句話要記住 那美國的方針是什麼 比如說美國 美國常常有公開聲明不支持台灣獨立 所以如果 如果要主張台灣獨立 那就不是支援美國政府的方針了 那如果有人是主張被中國統一 那這個也不是支援美國方針的政府 所以要注意這個佔領法的概念就是說 要支援美國方針的政府 而且是一個適當有組織的政府 那美國軍方會檢定篩選訓練可靠的民間人士 來順利移轉 那這正是目前台灣民政府在做的事情 好 第五點 即使採用當地的民間人士 佔領軍人保有行使最高的權力 好 所以這就是剛剛那句話 佔領者的意志就是被佔領者的法律 好 這句話要記住 第六項 賦予民政府官員的權利 並不自行終止軍隊在被佔領領土的責任 所以雖然是賦予民政府官員權利 但是美國軍事政府在佔領地當中的責任 還是不會被免除的 第七點 美國在被佔領領土的民政當局的目標 是設立一個有效力的民視政府 此政府不應對未來的和平及穩定有威脅 對被佔領領土 民政當局的資源 應著重在從民政當局到民視政府 是有秩序和有效率的過渡 以及國際法和條約義務的旅行 各位看一下 重點是這句 此政府不應對未來的和平及穩定有威脅 所以剛剛說過 任何改變台灣的現狀都會對未來的和平穩定有威脅 比如說主張台灣獨立 或是主張被中國統一 那這個都是對未來的和平及穩定有威脅 第八點 被佔領的敵方領土是美國為排除敵方控制 經由武力而佔有的地區 第九點 軍隊並無需在所有被佔領地區存在以示佔有 這表示說 我們好像日常生活中沒有看到美軍進進出出 其實他們有 在各地有軍事駐紮單位 有軍事基地 但是我們人民 一般人民日常生活中是很少會看到的 那如果一旦台灣有任何的 這個狀況的話 美國軍機是馬上就可以抵達的 比如說在莫拉克颱風的時候 八八風災的時候 當時美軍很快就有救援的直升機 抵達災區來救援了 所以不需要在佔領地長期存在以示佔有 然而佔領軍必須有能力在領土之內 任何地區來迅速部署以強施全力 這就是剛剛說的 所以說美軍完全有能力在台灣島內的任何地區來迅速部署 台灣其實沒有美軍住在也是美國的法理佔領地 第十項 所設立的民政當局 體制的領導人是民政長官 通常稱作軍事總督 那行政官是軍隊指揮官或其他被任命在被佔領地行使的權利者 第十一項 佔領國可允許既有政府組織 在其控制及監督之下繼續運作 所意味的是其為倉促發展一個機能政府最容易的基礎 因為已經其到位 當時這個美國佔領大日本帝國 在日本日本四島那裡已經有完整的政府組織 所以可以允許既有的政府組織在運作 第十二項 佔領國可以決定保留所有原來所有的公務人員 或是基於政治或安全理由 可以全部或挑出人員 由其他有資格的人士來取代 必要時要實行導向影響政治改革 強化政府機關跟機構 以及發展自治的計畫 所以台灣民政府要訓練公務人員 要符合資格的公務人員 所以各位要自我訓練 大家都要自我勉勵 第十三項 在某些情況下 佔領國可能會認為有必要重組更換或測費 選進有政府的機關或機構 在某些情況下 在某些情況下 比如說剛剛提過 某些主張 引進中國勢力的 被中國統一的這樣的管理當局 可能就會被重組更換或測換 第十四項 撤換既有政府而建構新組織是最激烈的政權改變 佔領國應該只有在如舊政權已經徹底瓦解或有敵意 有敵意 譬如說 主張台灣獨立或是說主張被中國統一 那對安全及穩定有威脅 也一致不得容忍其繼續存在 時才會採取這種政權改變 第十五項 佔領國必須遵循現行法律 然而在許多情況下 可能需要改變現行法律 國際法對它的條件是很明確 在被佔領領土改變民法時 必須符合這些條件 那這意思就是說 佔領當中也還是 佔領的軍事當局還是不得違反萬國公法的原則 必須遵循萬國公法 所以這十五項是很重要的 在台灣民政府要遵循這十五項的佔領法 那最後呢 今天的課程就是什麼是台灣民政府 我們發現我們的法理身份有錯誤 那到底我們的法理身份是什麼 我們上完這節課應該很清楚知道 我們的法理身份是 現在台灣的法理地位是日俗美戰 所以呢希望儘快在我們成立民政府之後 儘快走完這樣子一個法理的進程一個循環 恢復到我們應該有的法理的地位 以及這個人權的這個身份證明 好那今天的課上到這裡為止 謝謝各位參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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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